嗚 哈囉大好奇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隨便電話 隨便打環節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日本的屯片時間啦 已經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多龍的這個面具三星關卡給他殺青了 那大家如果想看的話 可以期待一下我們4月15號之後的影片 那今天我們就來面對 恐怖的高貴暴君的對決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是我們的這個 河豚關卡啦 然後又是我們的那個 史前組合喔 也就是說大家就是之前 很看衰的那些就是詛咒角色都在裡面 比如說這個浪費錢的惡人組啊 還有我們這邊必出就古代總關卡 會死的這個貓俠啦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 呵呵呵呵呵 究竟有沒有機會可以救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高貴暴君的對決 難道真的出了貓俠就會魔咒了嗎 我們來看看嘍好不好 看看是不是會有這個貓俠魔咒好不好 怕去 那這邊我上次記得我之前打的時候 我還有帶上那個誰 我還有帶上這個鋼鐵貓貓耶 呵呵呵 為了讓他就是那個 然後這關的話我看一下喔 這關的話 河豚啦 看一下能不能先用那個我們這邊的角色 先把他給打死吧對不對 因為在打死他之前 就不要那麼快碰塔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 我們先慢慢來 然後還可以存點錢有沒有 這應該是不錯的方法 先把這隻河豚打死 打死完之後再碰塔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喔 所以這鋼鐵貓貓真的惹扛耶 喔兩隻哇哩咧 兩隻好像就不太一樣了喔 可是至少能夠死 欸你看鋼鐵貓貓 哇哩咧 我現在感覺我只要出一隻他就可以了你知道嗎 出一隻他然後跟我們的二人組就可以了 感覺就不用再出更多隻了有沒有 就出這隻然後扛住 然後二人組貓貓過去扁 然後我們這個階段就可以就是 那個該怎麼說我們就可以來存錢 你看這個鋼鐵貓貓超強欸我的天啊 看了扛住欸 OMG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OMG 我們就直接這樣就可以了欸 然後他還沒死 他至少可以KB一次 沒錯 再KB一次我們就爽了好不好 然後等他把我們這鋼鐵貓撞死之後啊 我們就是再用那個 再讓這個二人組被撞死 讓他們不要這麼靠近 可以喔然後 等他們要衝過來的時候 準備321 算一下他走的距離 然後再加二人組 可以欸 哎呦喂呀 你看這鋼鐵貓貓牛啊牛啊好不好 太神了各位 可以喔 你看然後我們這邊就讓他再上去滾一次 然後待會就是這隻死掉之後 我們再 欸已經死一隻了 完美有沒有 要用這種方法打啦好不好 鋼鐵貓貓真的好強欸 哇他直接破除了貓俠魔作 我待會來出個貓俠看看好了喔 來了打掉 然後撞死 撞一隻就 欸撞一隻沒死欸 唉唷 他掛了 再一隻 有沒有用這種方法打應該就很舒服了有沒有 先把那個 凡人的這個河豚先這樣子用掉啊 先撞掉之後應該可以來了沒問題 沒問題 然後先來看一下下面是誰 好不好 現在用這個方法你還可以先把他們除掉之後 然後就再把我們那個什麼 再把我們就是那個 再把我們那個誰 把我們就是那個 後面一些那個 那個麻煩的河豚的糊掉 後面這邊碰塔之後可能就 哇還有一隻 那有一隻的話呢好像也還行 反正我們現在其實 ok到不行 ok到不行 然後這邊 都出都出 我們一切都很ok 來貓俠來囉各位 你們最不喜歡的貓俠 看衰的貓俠 看一下是不是有他古代總就 關卡就是直接GG了 但我們已經 哇靠 好像有那種感覺 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什麼 這是詛咒是不是啊 欸完了 好像是安捏耶 怎麼安捏 我的天 這好像真的是有詛咒耶 你們怎麼看 哇靠 好像要沒了耶 哇 看來是真的 真的不能不信邪耶 哇大家的詛咒 不是干你們什麼事 不是你們不是大家的詛咒 是那個 網路流傳之詛咒 好像是真的 有那麼一點點的這個 有那麼一點點的這個效果耶 好恐怖喔 哈哈哈 貓俠詛咒成立 他出來也沒幹什麼事情就掛了耶 果然真的 還是那個喔 然後這邊是不是應該來一個那個 風神溫帝啊 然後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噴噴老師給轟死 應該就會比較好了喔 完了各位 嘿嘿 浪費前惡人組跟貓俠 剛才真的要下去了耶 oh my god 好了我大概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大家所說的好不好 帶貓俠把古代走關塔就打不贏 啊有喔 好有 好信你們一波了 換掉換掉 那我這邊的話我看一下喔 我應該會想要換一下那個 會想要換一下那個大風神溫帝出來 這已經是不同的世代了各位 再見了 這對照之後再來繼續打那個好了 繼續打那個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挑戰賽關卡 對啊完了 置換 然後 貓俠跟惡人組下來 換看看我貓 這樣可能都比較好一點點是不是 我記得 然後這邊要不要來試試看 伊邪納奇 畢竟是50人的喔 不開玩笑喔 來走起 伊邪納奇搞不好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因為這關的話基本上 都是有屬性敵人啦 所以應該是ok的 然後一樣的方法 再來一次 你待會就是 這鋼鐵貓貓出去 然後這一次 幻力怪一個好幫手了好不好 來換一下我們的好幫手 坎坎五貓了 嘿 重拳一擊 坎坎五貓 一二下 嘿 沒問題 坎坎五貓可以扛三下喔 有料喔 嘿 坎坎五貓掛了 好沒關係 下一隻 欸 那怎麼把他咬掉了 坎坎五貓 下一擊 嘿 但這比較麻煩的是那個 就是坎坎五貓這邊的話好像 好像是打單單體還多體啊 他打單體的 他打單體再加上就是 這邊 就是他的那個 總火效果好像會讓他就是那個 就是特別這個傷害 就是降低還幹嘛 好像喔 喔 可是他還是很猛 一下解決 沒什麼好說 輕鬆又自在 有沒有看到 放一下 然後他打下一下的時候 我記得這個 沒有消失欸 我以為會消失 看來時間還不夠 可是他好像比那個 比二人組還要扛 唉唷 果然嗎 果然二人組就只是個賠錢貨嗎 哇 我真的用他們很久欸 哇 不行欸 我覺得他們 那個也有苦勞啦 欸很強欸 好啦換這個就對了好不好 OK 沒有問題 然後換這隻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 先把他引過來 然後請他吃大餐 全部弄死你 一斜那棋 有喔 阿棋不錯喔 那我們那個誰 我們的學生會長也不錯喔 有喔 感覺不要 感覺不要用貓俠 好像真的就要贏了 喔我的天 我好為他感到難過喔 不是阿 一開始玩貓戰的時候 大家都不是這樣說他的阿 以前基本上抽到他 好像跟那個 抽到藍眼睛一樣 現在沒了耶 OMG 真的欸 你看 這樣直接輕鬆扁欸 哇靠 我們剛剛有貓俠那場 很是辛苦欸 OMG 打贏了 好啦我看到我見識到了 This is貓俠咒好不好 願意承認了 願意相信了好不好 之後我的關卡 我只要有 有那個打古代種 或是後面的關卡 我看到貓俠就先把他換下來 然後看到二人組就先把他換下來 因為他們是賠錢貓咪 怎麼會拿米的淒慘啊 哇我的天 好啦高貴暴君的這個對決 看起來是沒啥問題 感覺這個的話我們用 那個三星打的時候應該也是OK的 OMG 大家贏了好不好 再來是天變地翼的這個局面 上次是用這套隊伍欸 哇這套隊伍感覺好像也是很特別 哈哈 試打看看 好像也是打那種一般性 以前大傷害的 直接走起 咒絲啦好不好 我最喜歡用的這個咒絲了 虎尾絲來啦 波動怪好不好 波動怪無魚尾絲啊 波動怪無魚尾絲啊 來我們來看看啊 這邊我應該還是第一隻會先叫那個 先叫黑獸牙王出場吧 喔還有地鼠欸 哇靠 完了 那我覺得應該是得 呃 嗯啊哦 好不管我還是先叫牙王出場 而且牙王好像是不怕坡的對不對 牙王是不怕坡的 哇但是不知道 靠這關坡超多欸 OMG 坡也太多了吧 這邊還有那個地鼠在那邊搞欸 啥這個 牙王就一定要打多少讓他才會死啊 我的天啊 OMG 哇完了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有點慘哦 不是這隻不死我好像沒辦法 還是可能只能叫那個誰啊 叫宙斯快點先出來了嗎 完蛋啦各位 天變地的局面 哦哦哦哦哦不一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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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 弄殺 誒可是那個地鼠是不讓宙斯比 真的啊完了 奇蹟 奇蹟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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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在這關各位不能有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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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是你們都看到了 我的壓榜死掉了 只剩下壽司了oh my god 看白痴喔 你怎麼以前會帶宙斯啊 這關完全不行欸 這關帶宙斯完全不行啦 白痴喔 完了完了完了 好險好像在是他還沒打到塔 就只有這點 是開心的而已 完了 啊 再見世界沒了 不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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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後面去一點打不到吧 還有救還有救還有救 有反思出來 然後這時候聊天是不是 那留言區就說救救救把子出來幹嘛 呀 哈哈 沒啦